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國老外 老外請說 來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今天與天原是氣象在您身邊 會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陰陰沉沉的一天 總是讓人提不起勁的感覺 會這樣子說 主要也是因為今天全台各地 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且雲亮明顯的是厚了很多 雖然下分天之後 開始有部分地區的雲層 是露出了空檔 也見到了藍天 但陰暗的感覺還是有的 而延續昨天 我們持續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這個涼冷的感覺還是比較濃厚 雖然在白天的時候 各地的溫度有比昨天暖和一些 但也不得不說今天清晨的低溫 還是降得很一定 就以這個台灣本島平地地區的低溫 來說是降到了11.7度 地方是在台北市的雙溪區一帶 而現在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晚間這涼冷的感覺 還是會有的 所以等等要出門的話 這衣服記得還是要多穿些 至於明天能不能見到熱情的陽光 等等就從衛星雲圖一起來看看 從這張圖可以清楚看到 從花南地區一直延伸到 我們東部的外海是有一道封面雲氣 而且是不斷地在向東移動 而目前受到這個雲氣的影響 在我們附近的水池是稍微多一點 而明天持續受到後頭 這些殘留雲氣向東移的影響 在北部跟中部的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發生 但是量會再減少一些 而同時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目前這道封面雲氣是呈現一個彎月狀 就表示冷空氣就在這個北方 而且持續地在向東移動 而說到了這個溫度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地面天氣圖一起來看看 等等就圖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這一道封面就會遠離我們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明天東北風還是滿強勁的 所以預估明天全台各地的溫度 都還是偏涼偏老的 特別是在北部平地地區 這地溫還是會降到十幾度 那更不用說我們高海拔的山區部落了 可能也都會有接近各位數的這個溫度 所以在山區活動的部落豬神 就要多注意這個保暖的工作了 而同時我們也可以持續地看到 冷空氣在北方持續地在向東移動 我們預估要到星期五之後 這冷空氣真的遠離我們了 這溫度才有回升的機會 注意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象 屏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 降到十五度高溫是來到了 二十七度注意短暫震雨的現象 泰武來一根稱之最低溫是四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八度多雲的天氣形態 三地門屋台跟馬甲最低溫十一度 高溫是有二十七度 高雄的原鄉最低溫降到七度地點 是在桃園而高溫是有二十六度 注意短暫震雨的現象 加以達里山溫度是落在七到二十二度之間 降引起會最高來到八成 南斗的原鄉最低溫降到五度 地點是在仁愛而高溫是只有二十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數落在十到二十度之間 注意短暫震雨的現象 苗栗的原鄉最低溫降到十一度 地點是在南庄而高溫是只有二十度 新竹的原鄉最低溫降到七度地點是在 尖石而高溫是只有十八度 注意短暫震雨 北部地區無來根復興最低溫十一度 高溫是只有十九度 降引起會最高來到八成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溫十度 高溫是有二十一度 注意短暫震雨的現象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時跟吉安 最低溫十八度高溫是有二十二度 注意短暫震雨 秀林跟萬榮最低溫九度高溫是來到了二十二度 宋豐跟豐冰最低溫十五度 高溫是有二十四度 鳳梨光復跟瑞水最低溫是四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三度 降引起會最高有六成 灼溪雨里跟富里最低溫四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四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最低溫十七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六度 降引起會最高有五成 縱谷地區最低溫降到七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四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最低溫十五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五度 南匯地區最低溫十二度 地點是在清風 而高溫是有二十六度 雅美大巫族人的蘭嶼 溫度是落在十九到二十六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十二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七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明天因為封面通過的關係 所以降雨的現象還是會有 特別是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另外西半部的話 就容易會有低雲跟局部的產生 而從星期四開始 天氣就會一天比一天來得好 而且溫度也會越來越暖和 只是要注意的 就是日夜間的溫差的狀況了 會是比較大的 外出活動的朋友們 就要多加注意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周日之前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身心平安 繼續要把時間交還給陽光